一邊臭小子一邊拍片 真的太佛格蘭的絲奶了 來吧 給一下免費吧 大家好 我是團長Joey 多謝你又來到了 我現在就身處在吉隆坡的Shangri La 大家看到標題就知道我這一集想要做些什麼 所以我想應該這一刻將會是我整條片 最精神的一刻 唉 真是不容易啊 要照顧你 一不好就哭了 要抱著 因為我早兩個月跟我的嫁女一家 去了玩泰國的華欣和曼谷 然後我目睹我嫁女的媽媽 每一早上六點多就要起床 搞這樣 搞那樣 所有時間都是拿出來照顧她的寶貝女 所以這次我跟她們再次來到馬來西亞 我就打算體驗一下她一天的新路 現在你看到我這麼輕鬆 因為我的嫁女已經在裡面吃東西了 今天我們就來到Shangri Shangri La Shangri La 吃這個晚上捕菲 因為我朋友訂了 她說只需要一百九十幾元Ringgit 即是說四百多元都不用 四百多元都不用 我剛才兜了一圈 我覺得也挺多食物 所以我覺得也挺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無論是來旅行 還是你們是馬來西亞人 都可以來這裡吃一下 Hello Hi 你媽媽呢 這個就是她們大概的環境 特別是你看到前面那裡 她是有做到好像街邊檔一樣 首先呢 這裡有很多人都叫我吃的福建麵 又有團友叫我一定要吃的Raw Jack 然後還有 這裡居然有吃傳統的萬煎糕 即是我們以前香港叫什麼 冷餅 她這裡還好像 特地重現以前的小色布 原來這些全部都給你吃的 全部都真的可以吃的 這裡居然有得吃我最喜歡的正女 真是珍多冰 因為我很多時候覺得 泡妃沒什麼特別的東西介紹 但是香格里拉這個咖啡店 喂 為什麼不斷說錯話 香格里拉這個泡妃 我覺得它真的特別加了很多馬來西亞的元素 它這裡好像有模擬番茄線 就是這樣煮一些涼茶 噢 不是喔 原來他們都是食物來的 這個是花生 噢好熱好熱 花生糖水 噢好熱 這個是紅豆湯 原來這裡還有炒果鍋 炒果條和蠔煎 哇 這條魚好像很棒 然後海鮮的部分 這裡是可以生蠔飲食的 哇 然後刺身 它又不用拿碟 抹士拿一點 如果很喜歡吃的話 這裡隨便你拿 然後海鮮的部分 也有很多 基本上是你想吃的也有齊了 有開邊龍蝦 青口 蟹 還有很少見會有這種帶子 然後肥肥白白的蝦 蜆 是不是蜆肉 然後有這個龍蝦仔 還有 又是青口 好了 這裡有以一個 檳城的納斯 Canda 略為主題 全部都是馬來西亞特色的食物 有炸蟹 炸蝦 看全部 不少得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歡吃飽 最後拍一碗麵 它也有很多配菜 你看看 大家看看 我運搭風 首先我有這個冷的海鮮 但又加了這個魚 然後 也是我最愛的東西 就是要喝湯 先吃一下這個魚 因為剛才我們去了舊街長白咖啡 我忍不住吃了那個喇沙 所以我現在超飽 我看到你喊麵 我也有點驚 我真的覺得很餓 好了 今次我來了馬來西亞美食之選 我剛剛在吃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會想 為什麼你不去那些街邊當 其實你吃到飽飽 都不用說要100元 但是我覺得不同 因為你可能去過五天四夜的吉隆坡 你每天都吃那些餐室的話 可能都會厭 如果是帶家人來的話 那有一天 是可以坐在一個這麼舒服的環境 選擇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就像我這裡這樣 我每天拿一些 果條拿一點 這個果果拿一塊 沙爹拿一塊 在外面很難這樣試完所有東西 說不到評價 涼了 味道是OK的 但是有點涼了 果果好吃 果果好吃 對 在哪裡 好像蘿蔔糕一樣 果果 我以為是蘿蔔糕 我吃了幾塊 好吃 對 但要熱好吃 剛剛這個是熱的 好香 你看大家走了 媽媽走了 公認姐姐走了 爸爸又走了 我一個 和你一個 我用眼尾去看它應該OK的 我剛才發現我忘了介紹甜品品給大家看 讓你們看一看 試完這個沙爹 好吃 基本上真的和外面的味道一樣 剛才的果果是冷了 但感覺很棒 它在邊邊炒得很香 有點脆脆的 很美味 很美味 媽媽你快回來 你去那邊拿東西吃 我又學你媽媽 拿些包給你們吃 我餵著 就這樣 唉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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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 沒有得吃了 哈哈 哈哈 好,這裏就是甜品,有角色焗的 自己看吧,我都不太知道什麼 芒果,有Juian的芝士塔 這個也是Juian的,這個是榴槤的芝士蛋糕 這個榴槤的食用牡丁 富翁,他們真的把這些小吃都帶來了 就像炸香椒 我很喜歡吃的麵包寶丁 這是馬來西韓的芝士 我的最愛,OMG 明天我媽媽訓練會正式展開第一站 我明天將會帶她們去吃我最愛的I.C.C.寶珠 我們明天見 我們吃福建麵還是魚頭米 還是吃個粽好 吃什麼好 準備出發了 哈哈哈哈 好 準備好 做人家媽媽 頭都還沒吹乾 我們出發 我晚點回來帶大家溫度 好了我們走了 尖笑 陰陰嘴笑 這件衣服是在慈藏街買的YACO 好 走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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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說你托著 如果好 好了我們現在計劃有變 因為今天星期一 大家知不知道星期一對I.C.C.寶珠 有什麼特別意義呢 沒錯 就是沒有開門了 所以我們現在轉戰來到動物園 我們今天的行程 本身就是去I.C.C. 然後去動物園 然後去我未去過的黑風洞 現在去不到I.C.C. 我們就先來動物園 但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吃到 很想帶她們去吃 現在睡著了9月 第一次來動物園 她現在睡著了 所以不要說那麼大聲 走吧我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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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po是怎麼叫的 出來看河馬 她真的馬上走一走 待會看河馬 Coco Dye Coco Dye Coco Dye 我睡著了 她是真的 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 怎麼玩呢 動物園放假的 這麼瘦 真的這麼瘦 她好像快要走到水裡了 好期待 對呀 做得是怎樣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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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虎 小老虎 真的好可愛 前面黑色後面白色 對 還有那隻白是蒙蒙白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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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見法兵國 幫我們設計對白 喂 有沒有看團長 沒有 沒有啦 平時也不空看Youtube 她挺好看的 她挺好看的 啊 這樣啊 那就有空看看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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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嗎 啊 嘩 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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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嘩 你 很辛苦 你不要以為騎網馬放在骨頭上不辛苦 你的頸子這樣屈住很辛苦 原來老虎會游泳 不要人開心 老虎在前面 喂 喂 好大雨 快點 大家好 現在來到下一站 你這樣就不知道我去哪 看著你 看著你 我還未知道是否 登登 來了哈福島 好大雨 剛才在動物園 下大雨 所以我們就來到哈福島 大概17分鐘車程就來到 因為它其實是順路的 跟剛才那個動物園 所以我們就打算來到此一遊 為甚麼我的乾女兒不見了 因為她已經睡了 現在就在車上 我還在想走不走上去 所以我今天就穿著一雙拖鞋 穿著一雙拖鞋 穿著一雙拖鞋 還有一些急尿 還有一些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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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藉口 所以我跟朋友說 我說你們走吧 Good luck 怎麼樣 走不走好 那條樓梯很長 那條樓梯 好了 我現在已經來到門口 想著走一點點 誰知道 天空也不讓我走 就是我忘了來這裡 一定要穿長褲 我今天就穿了一條裙 你也可以在這裡買一條Scarp 十五拖鞋 但是 你明白了 我剛才都輕輕地看了這個地方 有什麼這麼厲害的 他說這裡其實是一個印度教很神聖的地方 這個神像是世界第二高的印度教神像 也是世界第一高的木 又不記得了 而它這個彩虹的樓梯 其實就是以孔雀的顏色去做啟發而游出來 原本它是紅白紅白的 而現在游了這個顏色之後 就更加增加了那個印度教的色彩 就是這樣 我看了一大段文 我只記得這麼多 大家如果有興趣來的話 就記得一隻長夫 我現在就看看夫人有什麼東西吃 有點想吃一個Roti 這個Dossa很少機會可以吃到 不知道它有沒有可以吃呢 找了位置坐下來 吃一點點東西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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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這是什麼 咖哩角 喝唷 好嘗嘗嘗嘗 新鮮滾油 本身看到它好像放了很久 但不是 OK 尾巴 秋半 在景點來說我覺得是這樣的 來個這麼有印度特色的地方 除了走樓梯之外 吃東西都可以體驗不到 大家好 真是偶然遇上的驚喜 現在我們身處SS2 打算來吃榴槤 但怎知道遇到這個夜市 我看到有很多都是我之前和大家介紹 逢星期三開的看樂夜市 有得吃的東西 這個蠔煎是我之前吃的 如果有看過介紹 逢星期三 所有攤檔都會去看樂夜市 但其實平時的攤檔 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好開心 今天可以剛好遇到 現在我們先來吃榴槤 這間我們昨天有吃過 叫做紅運榴槤之家 是覺得吃過不錯 再回來吃的 不好意思我說話是不是太大聲了 唉真是不容易 有照著你 這裡有一些是斷根性 也是有一顆 然後有一個指定的價錢 譬如它有10顆 15顆 25顆 一顆都有的 我覺得其實便宜的一顆 都很好吃 不知道怎樣 這個應該先脫掉 應該先脫掉 放在哪裡 放在大腿 放在大腿 哇 選了這個幾顆 兩顆 20顆 兩顆都是 20顆 40元港幣也不用 一顆 一顆 你知道嗎 這顆是貓山 有些是貓山 很厲害 它們真的很厲害 一顆都是貓山 一顆都是貓山 一顆都吃光 一顆都吃光 我忘記了功用是什麼 但是我都可以喝一下 很掙扎 嘩嘩嘩嘩 掉到榴槤那裡 嘩一來就看到我想吃的冷糕了 好正啊 這些才是爐的 你看看 嘩這個是什麼 小爐烤冷麵 這麼有趣 上次都沒有留言 這個其實是不是很像我們平常的闊麵 他說什麼豆皮 哦 有沒有你這麼厚 這個麵皮 嘩這裡是 就是炸雞 好香啊 好香啊 這個 不是開玩笑 拿著它真的掃不到街 不過我吃完榴槤都不太肚餓 所以就給你們看一下 這裡有什麼東西吃 嘩 嘩 很棒 嘩 它是把這個烘了 好像做了做French Toast的包 然後在這邊 就夾些肉鬆 有些醬 這位小姐 昨天吃完炒過過 今天又想吃了 這個是小小粒的 炒過過 撕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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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嘩 很大 我撕就沒有了 我吃了一半了 我先試一下這個 我朋友 嘩 完全想不到怎樣吃 怎樣吃 怎樣吃 我怕我一吃就放進去 嘩 這個包好像更大 好像我的臉一樣更大 嗯 嗯 好吃 立刻做的 真的好肉很多 嗯 這個真的很好吃 你看這個烤鱔燒 好棒啊 這個前面已經充滿了人 它是分了兩條行 這裡一行 然後對面又有一行 這裡有這個叫 蝦米金香巴里洞 蛤 蛤 一扣 然後這裡又有這個 這個 這個萬煎糕 跟昨天吃的一樣 都是粟米的 嘩 這裡是這樣的 鹽焗雞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現在時間上早 因為現在是下午五點鐘左右 我覺得走得舒服 比看樂夜市 因為上次是下大雨 所以已經算少人一點 但是呢 如果不下雨 是走都走不到 Sienkai 現開的大樹菠蘿 我覺得很划算 小包不扣 大大包 大大包都是十扣 嘩 如果我真的生小朋友 我一定受 因為我走這條街 我完全是吃不到東西 一來它困住我 很緊 二來是 我都沒手 沒手吃東西 它 你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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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塊生果 我最喜歡吃的火龍果 20元 1 2 3 4 4 4個 山豬 Oh My God 這裏居然有我最愛的種 種鎮 這裏 多多 原來是賣點心的 這裏都很喜歡吃這些燒賣 各式各樣燒賣 這個是 港式燒賣 黑胡椒燒賣 潮州燒賣 皮蛋燒賣 鹹蛋燒賣 豆干黃 哇 很棒 還有魚蛋 我真的一邊和你們介紹 一邊流口水 哎呀 Oh My God 我一邊帶了它的花 在頭上 戴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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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很多人賣隊 應該是不是賣薄餅 買了這個八香果茶 我本身都不打算買 因為快要上車 但是我看到他們很好 因為他們是隔壁店主 但是一看到我們想買 他們又走過來幫忙 我覺得他們很好 我就說 那我來一杯 早安 好 先放問你 我做你奶媽 我還可以嗎 OK OK 你捉住我的手 啊 要我 啊 啊 啊 終神 這麼多 終於來到ICC 但是我真的很睏 剛剛 特地看我之前ICC的影片 然後看看你們的留言 有些什麼是你們推薦我要吃的 那我這個呢 就買了上次買不到的那個三層年糕啊 啊 買一塊啦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昨天呢 啊 就是所謂抽一抽的小朋友 真是被他玩殘了 我今天是很累啊 所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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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現在要吃什麼 哇 早上來呢 真的很舒服啊 看看 周圍還是有這麼多椅子 好 看看 有人叫我一定要吃這個 薑酒買 魚頭買 試試這間 這次三十年老子好啊 這裡是超多不同的鮭啊 那我買一盒吃一下呢 買一盒這個吧 多少錢啊 兩泡菜 多少 兩泡菜 好 好 吃東西 醒醒阿神喝過這個海南茶 真是很滑 我現在的時間是 早上做七碟健身 今次我試了這個 第二間大眼海南茶 因為它底部還未被冰 所以我第一次喝到一個嫩嫩的 好好喝啊 好濃啊 我試試這杯 我要馬上比拼一下 分別 因為我上次是有喝過這個 反而我覺得沒那麼濃 這個奶味比較重 大眼海南茶 不錯不錯不錯 好啦 喝了一口 馬上回神 嘗嘗這個薑酒米 它上面是有些 好像有些菜脯蛋啊 豬肉片啊 其實我今天很想吃二頭米 但是呢 嘗嘗新的東西 我第一下吃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酒米 酒煮出來的米粉 但是原來它的精髓呢 是它的蛋那裡 它的蛋呢 原來裡面是有很多薑蓉 一咬下去的薑味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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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這個 三層年糕 它有一層紫色 一層啡色 一層白色 一層白色 嘗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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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挺好吃的 真的挺好吃的 對 我以為它外面這麼炸 然後裡面很漏的三層年糕 整個東西是很不適合 早餐吃 但不是啊 你一咬下去 原來它是中間那層年糕 上面那層很苦 應該是好像那些苦泥 它最出眾是表面的香脆 你一咬下去 是融入了裡面的膏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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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麵也不會油溢的炸 真的 很不錯啊 好了 現在真的覺得這個年糕太好吃了 所以想回來買多一塊打包 不然的話 我真的會整天都心掛掛 嘗嘗 要一個很好吃 對 上次來我排不到隊 很多人眼就 來到賣光了 它上面兩層是不是芋頭 是芋頭 哦 紫廚下面就是芋頭 哦 好吃好吃 好 麻煩你 你們如果生活遇上什麼不開心 你們來馬來西亞和這裡的人聊兩句 你會讓他們的有事感染到 我剛才真的很難睡 但是呢 看到幾個人之後 我又開心回來了 不是不開心 不滿身 真的很難睡 現在呢 打算去買個粽 嘗嘗 嘗嘗 我真的看到都有點飽了 這次真的 涼野粽有沒有 涼野粽 這個是今天可以吃的了 現在都可以吃了 好了 買了粽 我們回酒店見一下 嗨 好了 現在 契女一家 就搭飛機回香港了 就剩下我一個回來酒店 就窗戶展開 又是我一個人的旅程了 回來呢 因為我答應了你們說會帶大家來一個 room tour 本身呢 我就不想特別介紹這間酒店 因為 本身不是我預約的 是 晴晴的爸爸預約的 我完全不知道這裡是多少錢 你們留意一下 讓你們看一看 懶神秘的 我就自己上Agoda看 我看到四千九百多元一晚 那我就覺得 我不介紹給大家聽了 那怎知道呢 我剛剛吃ICC的時候 問她 我說其實多少錢 告訴我 原來呢 價錢又很ok的 所以呢 我就決定回來 給大家來一個 room tour 所以給大家看一看 然後猜一下多少錢 我說 好了 一進門口 就看到一個客廳的位置 是有很豪華的大沙發 那跟著呢 哇 走過去 看到這個 這一盞 這麼華麗的燈 那大家呢 可以在那兒圍著 騰騰鑽的 在那兒吃東西 好了 那跟著呢 就進入迷宮的部分了 我第一天呢 真的走個幾轉 我才摸清楚 這裡到底有多少間房 好了 那飯廳的旁呢 這裡就有一個廚房 哇 電爐啊 咖啡機啊 多士爐啊 洗機也有 現在才看到 不好意思 我忘了說 我們這次住這裡呢 是Risk Carlton 但它呢 就是 不是Risk Carlton的酒店 是Risk Carlton的 residence 所以你看到呢 這裡是會有廚房的 好了 好了 說這麼快呢 就來到這個 書房的位置 啊 書房的使用度呢 大概是10% 好少有機會用啊 好 那書房一走出來呢 大家就首先會見到這個 燈燈燈燈 主人房 主人房當然不少得 有一個廁座 有一個套廁 這裏呢 有一個很光猛的更衣室 接下來呢 噔噔噔噔 好了 主人房的旁邊呢 噔噔 就是我住的房 我和姐姐一起住 就在這裏 有兩張床 哇 大家看到了 大家都知道 我平時流行極速wom tour 都算是一秒wom tour 今天已經算是 用多了時間了 哎呀 好啦 那開股 到底在這裏 住一晚是要多少錢呢 原本呢 我就以為是 4900多 在阿高達那裏看 誰知我朋友跟我說 他預約一晚大概是 2400-2500港幣 因為呢 如果在其他國家 可能住一間standard room 的Risk Carlton 都是要二千多元一晚 但在這裏說二千多元 是可以住一間這樣的房 你們都知道我去旅行 都不是說會花很多錢 在住宿那裏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 一家人來旅行的話 帶上你父母 來到這裏 嘩 二千多元又抵住 然後又舒服 那就會 大家都很開心了 好 但是溫馨提示 不是每天都這麼便宜的 因為我朋友說 他隔了很久 他是看到 這段時間 是有這個 這麼笨的價 他說可能過幾天 已經是第二個價錢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到最後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有些什麼 感覺 其實我真的 好累 我說出來也不太好意思 因為我都是所謂 照他一天 而且 都 真的不是真的照 我沒有沖奶給他 我沒有餵他吃東西 其實我很多東西 換片我也沒有做 因為我覺得我是第一次見到我 相識這麼多年的朋友 大家本身是一個小孩子 但是當你做了媽媽之後 你好像所有潛能激發出來 好像昨天 真的很累 回到來我完全是說 我衝到房間裡 我要睡覺 然後我 進了房間之後 我出來想拿回電話 然後我就默默地看到 晴晴我媽媽已經坐在那裡 換片 幫她換衣服 這次其實我也沒有拍很多片段 因為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照著她 其實是完全拍不到片的 有時候晴晴的媽媽說 你不是說今天要照顧她嗎 喂 去吃飯吧 然後我說 沒有鏡頭拍著 我不是 但是說這樣 我已經是累了 因為累得很想回來睡覺 我前陣子看一本書的時候 她就說 類似說 你小時候你的父母 在幼稚園的窗裡看著你玩 但是誰知道 大的時候 他們就在家裡的窗裡看著你回來 小時候 你的父母會很耐心地教你ABCD 但是大的時候 你是完全沒有耐性 去教她的電話怎麼用 看到這段的時候 真的入心 因為我就是那個 是完全毫無耐性 你問我電話怎麼用 問我怎麼做這件做那件 我多數都是說 你不是按那個按鈕嗎 你看到紅色和綠色 那一定是按綠色的按鈕 我說你要試 你不可以每一個按鈕都問我 其實這一個就是現實的我 我很多時候都會看到一些文章 然後反思自己怎樣 對父母不夠孝順 有時候看完你會覺得 看完之後 對 但我都希望大家看完這段影片 你不需要說 我的心態 我之後要孝順服務很難 你很多時候遇到一些事情 你都是忍不住沒有耐性 但反而 可能你有時候 好像這段影片 是一個提醒 打一打你 那你就 打個電話給她 打個電話問她在做什麼 那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裡 沒有什麼要說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這裡 還有什麼 說話 非常想念 好 那你很難 製作為監製 然後 這裡 找到了 兩次 你們 你